我国羽球队在法国巴黎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捎来加音 世界排名第一的谢利好在SU5级南丹决赛中 打败上一届铜牌得主以大热姿态夺冠 还完成了二连霸的目标 这也是我国运动员在残奥会拿下的第一枚金牌 谢利好将获得国家奖励100万领级 不过另一名好手法里兹 在铜牌战当中经历三局的激战 以先胜后衰宣告白阵 措施和队友一同站在领奖台的机会 现年36岁的谢利好状态大好 在宇宙SU5级南丹决赛 第一局开场以2比0稍微落后 随后连拿5分率先以11比7进入间歇 下半场这名世界第一交出稳定的表现 最终以21比13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的比赛较为吃紧 双方你来我往谢利好保持领先姿态 以21比15胜出 成功未免拿下他的第二面奥运金牌 实现二连霸的他在接受马金社访问时指出 拿下这一次的金牌证明了自己的状态依然良好 所以他无意在本届残奥会结束后退役 反而渴望继续在国际舞台为马来西亚带来更多荣耀 包括征战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奥会 不过目前他将专注2026年日本名鼓屋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争取佳绩 谢利好为大马队贡献第一面金牌后 首相拿独自立安华和内阁成员 纷纷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这名选手 不仅成功未免也为国家献上一枚意义重大的金牌 另一方面在同牌战当中 渴望为大马代表团贡献另一枚奖牌的 法里斯则奋战三局 以21比17 19比21 12比21 不敌印尼的迪瓦 无法再次延续小组赛胜利的表现 错失夺牌机会 他在赛后接受访问时坦言 自己非常想要拿下这一枚铜牌 但在场上的发挥有些失常 而对手也具备2020年 日本东京残奥会的参赛经验 最终只能俯首称臣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